我貸過很多次款 那之前就是清創嘛 或者是微型鳳凰創業貸款這一些 那這一次是因為我們想要再整袋 看到什麼叫融資沒合會 然後我就想說去看看 於是就接觸到這樣的資源 然後就發現我們是做好簡報 一次講給很多銀行聽 而不是像以往 我可能就是要跟某一間銀行去申請 然後去打關係這樣子 筛選這些企業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它一些財務數字 先去做一些內容的一個審視 例如說它的資本額 它經營的時機 還有它的營收的狀況 我們會先做一個初步的筛選 曼溫它的過去有成功的經驗 它對未來它要拓展的方向也很明確 那它的一個資本金 自己投入的也有已經有相當程度 所以我們建議它是可以去參加美合會的 當年2015年開店嘛 然後我先帶來一筆鳳凰貸款 然後結果我貸50萬而已 然後就燒完了 欸怎麼錢那麼少 裝潢一下就沒了 那第二次發現營運不下去要貸的時候 要真貸30萬 然後那一次就非常不好貸 那我那時候最大的挑戰就是 讓它覺得我們公司很有發展性 所以我那時候做很多資料跟功課去說服它說 我覺得我們公司是很有發展性的 是還蠻挑戰的 因為我當時其實是有點擔心我們公司的營運 第一個它的損益兩平點的計算 跟我們一般的一個計算的方式 有點點不太一樣 還有就是它對於整個預計的損益表上面的 其實會有一些跟現況落差比較大的情形 所以我們這些都有協助它去把一些財務的 一個計畫內容做調整 曼溫在在女性市場 尤其是飾品的這一塊 生根已久 所以我相信它在台灣市場 已經取得一個相當程度的一個經驗跟成功 我們也認為它在國外的市場 也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將它的這個飾品的這個行業 在國外能夠有更多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們願意推薦它 因為說真的創業真的很辛苦 經營品牌很辛苦 那為什麼要繼續做 很常會跟我們自己個人的人生意義有點關係 那我會覺得 如果要繼續做這件事情好那麼辛苦的話 那真的是給我想做的 那如果說能做到可以變成台灣的一個知名品牌 算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有做下去的意義這樣子 針對認為可能生活過得有點發膩 你覺得很空虛缺少希望的 我覺得我們的品牌就是讓客人覺得 其實每天都有它有趣的可能性存在 融資美合會的時候 我們直接講完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所有銀行都是有聽到的 那它根據我們企劃書的可行性跟真實性 再去看看他們對我們公司有沒有興趣 要去跟銀行面談之前 其實很多企業都不清楚要怎麼去跟銀行去溝通 自己還沒有到達那個地步 然後就去找銀行 以至於被打回票的這種狀況 我相信在經由這個我們輔導的過程 還有經濟部中企署的這樣子一個專案的 推動的這個過程之下 那我們的任務也就是去協助他 去更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 然後在銀行這邊的一個對接上面 也可以更順利 有會計師輔導這一塊 就是我覺得很幫助也很大的是 他實際來看我們每一個 就是開銷跟預算跟預估清償的能力這麼正確 那有點像是一個導師在協助我 把整個計畫很真實的可以完整 然後呈現給銀行 透過這樣的媒合 然後後面的對接就非常的快速 也沒有太多資料往來等等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省的時間 而且可以找到博樂的機會 也建議想要來參加銀行融資媒合會的企業朋友們 可以先審視一下自身的財務狀況 根據自己過去經營的一個經驗 審慎來評估未來可能的營收規模 循序漸進的來跟銀行尋求資金上面的支援 然後來達到自己企業擴展的一個目標 有任何銀行媒合會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來找經濟部中企署的榮譽會計師溝通 我我們看見今次結束跟黃州的收益 將至南部端古墨 西条 наж